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過去的黃金飛古町都是穿紅衣 但是今天是穿上去穿上去 但是透過新宗的阿公阿嬤玩得穿上去 其實不是這支黃金飛古町是來自隔壁的買公廚 收到新宗社區的企劃範業組 買公廚在今年也生了黃金飛古町 我當時就是新宗的老師他們張宏夫婦 張宏師市長夫婦去帶動的 然後我們就是自己出錢去買那些道具 就是開始學 之前他們去教我們 教會了以後我就自己帶這樣子 在買公廚前老人會 理事長的定位主金已經八十了 過去他很快跳舞 現在他是參加回國人 他說日志過得很快樂也很出味 跳舞就是年輕就開始跳 我們土豪婦啦 土豪婦跳很久了 對對對 現在是八十歲了 大家很快樂 這麼好 這麼處理 這麼處理 看到新宗社區上有幫紅毛兩人努力 剛才一人老大人成功浪化 過程中全世界 中間沒女兒兩人 他們家也在買公廚 剛才老大人打出貨 有咧 我們馬公廳那邊如果有活動 或者是映畫劇 我們都會去表演 或者是廟 廟會需要 哪裡需要我們 我們就去 經常出門的就是三十幾個 本來我們是五十幾個 可是這個中間就是陸續有人 就是往生的 不像買公廚會肯定也最多規模 出現所有都維持在三十幾人左右 當地別飛和主要慶電 都能看到他們的表演 現在在面前 蔡宏寶寶寶